卢州共好慈善协会每天都会替行动不便的独居长辈们送餐 长久下来和长辈们的感情也变得很好 不过协会表示人手其实不太足够 他们急需并且号召有意愿的朋友一起加入送餐的行列 一起来感受付出的快乐 好 编当来了 阿嬷 编当来了 好 来 来 共好慈善协会每天都会像这样 替行动叫不太方便的长辈送便当 分成好几个路线大家共同分工 坦白讲我们跟这些阿公阿嬷们 我们在送餐过程中在相处过程中 你都会发现他们有些人生的经验的传承 其实我们也可以吸收到对我们而言也是很有帮助的 对我们人生未来很有帮助的 当然相对的我们照顾这些老人的时候 你也会发现其实他们也有他们可爱的一点 相对他是虽然是独居 但是当然我们想当然他一定会觉得有寂寞 会觉得不舒服 或是有人的地方 而送餐时间久了 他们和长辈的交情可不只是便当而已 最近要十年了 他们都照应我很好 生病啊 他们都一直照应 因为我一个人嘛 经常不舒服 就会倒下来 倒地下 像今年啊 到六月份又倒下来 生病都是他们都是他们来给我照应的 佩欣 lot 非常的感谢你 对我们 他對每一個人很好的 都對他 都在心 很好的 他有事情他都會打給我 然後互相是 阿嬤他有時候覺得說怕我沒吃飯 然後他就覺得有些什麼東西好吃 他就會特地買給我吃 然後跟我分享 對啊 然後他每天就是自己 人家關心他 我們關心他 他也會來關心我們 就是說你要小心啊 你什麼事情啊 我跟你講站長你什麼事情 然後什麼什麼 他都會 不厭其妄一直打電話 對 然後就是怕你忘記啊 怕你擔心你怎麼了 對阿嬤這一點還蠻貼心的 感受到付出的快樂 也有志工會帶著兒女一起來 隨著時間 兒女也漸漸的樂在其中 老人家他們都是那種舊屋 不是四樓就是五樓 有時候一爬可能都要二十層 那對我們這種有小小年紀的 可能就有點困難 所以我們家小孩他就會幫我爬樓梯 那其實剛開始他們也不是很樂意 可是現在他們慢慢的 他們就會開始在路上就跟我聊說 那個阿嬤怎麼樣 那個阿公怎麼樣 其實也是給小朋友一種服務 讓他們知道說付出跟一種感恩 志工們每天送便當 大家依照有空的時間排班 其實需要很多人力 而目前協會也很缺志工 希望有意願的民眾 能夠一起加入大家庭 大部分所有的協會或是單位 都很難做到說送晚餐的服務 那我們是做到送晚餐的服務 那相對的 因為晚餐的時間點是比較尷尬 因為下班大家都要回家了 所以第一個 這麼要招募志工很困難 因為我們也要招募到志工 我們也希望他不要跟家裡面 有產生有任何問題 所以相對的他也必須要趕回家 吃晚餐或是做晚餐等等之類 所以晚上送晚餐的志工 是相當難招的 如果你願意來做志工的話 可以到我們盧洲的 共好慈善基金會 來協助報名 來協助送餐 謝謝 有興趣的民眾 都可以聯絡共好慈善協會 一起加入服務行列 感受付出的買日與快樂 記者陳明慧 林家蓁 盧洲採訪報導